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的生活遭遇逆风时 我们当如何突破呢? 是的,许多时候我们发现生活有很多的困难 这困难来自于我们跟人的比较与失落 酸言酸语各种的控告定罪 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loser,是一个失败者 当这样的逆风起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逆风起飞呢? 首先我们看到约翰书 我不是基督,我不是新郎,我不是焦点 世界不是绕着我的意思转 而是绕着耶稣基督的意思转 主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不求顺心如意,只求顺服主意 而我们应当有的行动是我们是主的仆人 服侍主,仰望主尽好我们的责任 而我们把结果交给神,等候主的恩典与怜悯 呼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尽忠的仆人 更做一个信心等候主,靠主喜乐的仆人 我们来祷告 绝数帮助我们看见世界不绕着我转 而绕着耶稣转 耶稣大有慈爱 我们可以大有信心与盼望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民 阿们 阿民 阿